今天我们的来宾是主持人高宜萍 我们要其他谈一谈 他当初在离开电视圈 如今又重回主持棒 他的心路历程 如今他对自己的成就 又是否同样的满意 还有他对家庭 对爱 他自己的规划看法 我离开工作 应该是说我结婚 结婚以后正好碰到SARS 也因为 你的结婚算不算很充足 世界上最对的选择 因为我舅舅是 刘家商先生 对大导演 他当然我爸爸以前 他也没有觉得这不好 可是他就知道说 好像我有那个想要 往表演路线走的那一个 所谓的基因 有一天我爸到我房间来 他就说 这个找工作 规规矩矩的就好了 我就想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先生可以跟我爸爸有一些 他连一些巷弄 一些小街小店都可以 听说那天晚上聊得太开心了 因为我爸爸在上海长大的 我爸爸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如此的知己 如果我不嫁给他 那我爸就嫁给他吧 我们经常会认为说 我们要去转变改变别人 你怎么这么难相处 都是因为你都不听我的 但是真正转的是自己的脑袋 转一个角度来看立场的时候 一定可以发现就是说原来这件事情 不是你很想想 有一样东西在世界上你是看不到摸不到 但是人都很需要 那个东西就叫做爱 可是就是我父亲离开以后 我觉得那种不适应 或者是真正的亲人的离开 在我的从小的成长 其实这个算是我真正的第一次 我就无时不刻的在想到他 或许那个始终就停留在他离开的那一刻 可是就是有很多更多他以前的 就是家里面那种严格的教导 或者是那个巡规蹈矩 我才发现他的那个意义 世界上你什么真的都带不走 可是唯有一样你带得走 那就是那个爱 风趣的人物 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 看到我们今天热腾腾的 真是锅香四溢 这是泡菜豆腐锅 欢迎我们的高一平小姐 欢迎一平 谢谢 欢迎欢迎你 其实你我都是主持人 我们主持都是访谈节目 我知道作为访谈节目 主持人其实是蛮累的 可是当一般成为被访问人的时候 应该是很轻松 对不对 所以你今天要不要你访问我 然后我来复得吃菜 立刻 那个那个微醺 是不是如此 我很喜欢访问人 因为我觉得透过我想要问的问题 然后可以就是了解 那你喜不喜欢别人访问你呢 也还好 可是就千面一律啊 因为我能够讲我自己的就是写啊 所以就是麻烦之处 我刚刚解释 当一个主持人要访问另外一个主持人的时候 他们彼此的功力 武功招数都很类似 就如同一个擂台上面 我们今天是来竞争的吗 所以我不是说我们要打擂台 而是说主持人访问主持人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 太熟悉彼此的方式了 所以我今天要改变我访问的方式 OK 好 先帮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道菜今天是 激于你的建议 我们选择 为什么泡菜豆腐锅 来说一说 这个我泡菜豆腐锅是因为我儿子很爱吃 那大家也都晓得 我差不多在我儿子小学二年级就在他出国 他现在几岁 他现在十七了 对 我出去快十年了 好棒 对 然后他很爱吃 然后在国外你晓得 就是有很多的食材 或者是上餐馆没那么容易 对 我妈妈是韩国华侨 所以从小呢 就是韩国料理也好 或者是像我父亲是上海长大的 所以我们也吃蛮多 就是好像外省菜 可是我儿子本身呢 他各方面的加油 他都很爱 所以他就跟我说 他想吃韩国饭的时候 在还没有真正找到餐厅 我就说那我来试试看 其实你这是需要买到泡菜 买到豆腐 有的时候在国外 你甚至于用那个 所谓的网络订购哦 泡菜会送到你家来 那我就试试看 我就发现超容易的 所以他爱上了 有有有 我儿子有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就是他因为真的很爱我 我觉得他真的 所以他会很鼓励我 他只要看到妈妈有努力 他都会说很好吃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现在说不好 因为我也有点点任性 我就很早就跟他说 你如果抱怨我 所以你的儿子是一个 很善解人意 有有 也非常会去对方保留面子的人 保留面子 他也为他未来 出路流了一条路 对对对 所以儿子喜欢吃辣吗 吃 哎呦 真的有意思 他第一次吃到辣 我就想 然后我就发现 他那个表情那种 然后呢 我就想 然后他就说 我说还好吗 他说 还好 就他就开始吃辣了 所以就这样 他就爱上了 他现在17岁的 基本上 你在台湾的工作 是 你们两个现在用什么方式联系 天天都可以视讯啊 然后呢 因为以前的方法 以前都是我陪他比较多 那最近这段时间 我先生就可以陪他 当然最近这段时间 是因为家里也有一些事情了 所以呢 我也很谢谢我的先生 对 我说你刚刚讲的家里的事 让我们先致意 好 谢谢 当然是家中的一个亲人 离开这个 谢谢 但是你应该是一个 生活从小 就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家庭 但是你的父亲是外交官 也到各地 其实我觉得这段的经历 蛮有意思的 你在台湾大概待到什么时候 然后就开始跟父亲到国外去了 五年级年晚 五年级年晚 然后就出国了 然后爸爸是被调到中南美洲 OK 那你这样子在国外 一直到几年回来 高中二年级回来 对你来讲 正如同小孩子一样 是青春起的那个过程 所以小时候 你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吗 端哥观察入围 我爸爸很严肃 所以他从小觉得 因为我的个性 是属于比较外向 我从我妈妈那边得知 我爸爸是蛮担心我的 我爸爸很担心我 然后听说我从小 靠去老人家的话 怕你太野 是吧 对 或者是就是 不务正业 原因是因为 那个时代 其实我从小 好像在某些人的眼里 就蛮漂亮的 你看看我们照片 足以证明 还看他老太太多帅 我爸爸帅帅帅 超帅 所以我爸爸 我觉得他很懂我 所以我爸爸很怕 我会走偏了那条路 他给你限制 他给你加一点限制 我哪里都不准去 因为父亲是军人嘛 然后之前是在官邸 所以他的节奏 他的时间 然后妈妈又是老师 所以我们家绝对是在爸爸回家以前 我们都洗好澡了 做完功课了 然后坐在那边等爸爸回来 而且我们真的就是有点像那个 珍善美那部电影 我猜想你家里 坐里吃饭的位置都固定的吧 非常固定 爸爸一定是头位 然后那个位置是永远没有人可以侵犯的 也没有人敢去碰的 然后三个小孩嘛 所以爸爸一定是坐头 然后妈妈是坐在右手边 然后接下来姐姐让我跟弟弟 所以我们从小就把吃饭 谁的位置是哪里都弄得很清楚 对 你现在自己家庭应该也保有这个 有有有 我先生的位置也是 对 所以应该是一个家教严谨 然后父母亲很注意你们 非常好 可是我又看到资料说 你很喜欢表演 那小时候就有发学这个吗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 你问到了 我没有在别的地方说过的 我其实很喜欢留长头发 小的时候 但是我妈妈也是 不是很多女孩子都会喜欢吗 可是我没有留过 我从小的头发 因为我一个姐姐 我妈妈她一个人要雇三个 其实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从小 那我爸爸也很认同说 干干净净 所以我们从小 我妈妈叫我们都要剪贺本头 你知道吗 澳大利贺本的年代 那个 对 就是短短的 可是我很喜欢留长头发的概念 就是那我换衣服 要洗澡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衣服卡在这儿 你小时候有没有脱衣服脱 而且小时候头比较大 有的衣服就会卡 不知道你有没有帮孩子脱过衣服 可是我就很喜欢卡在这儿 假装是长头发 然后我就会拿一个牙刷或者拿个牙膏 就开始对着镜子 以前你知道小的时候不是还有看上那个 一些节目我忘了就是 摩镜摩镜 把你装饭改一改 对真的就是什么摩镜摩镜 什么快点告诉我世界上最可爱的小孩是谁 就以前有了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 套为电视节目嘛 小的时候我们家有电视 所以我就会自己在那边对着镜子在那边演 我的个人的分析啊 是 你都是想做一些 你在真实生活没办法做的事情 想表演一下 我是很多梦想的 那种 那就是因为被受限嘛 然后所以你 我其实比较感谢爸爸有给我限制 为什么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自己可能 因为小的时候嘛 我们其实不知道界限在哪里 那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就是如果不是被教导 这样讲好了 生活是没有所谓的使用 就是所谓的使用说明嘛 对不对 我们任何科技类的东西来都有使用说明 可是生命没有 所以我们的父母或许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说明书 我觉得我爸爸的这一本说明书 他是一直希望我走在正轨上 尤其是他发现说我有这些的时候 他很担心 因为我舅舅是 刘家昌先生 对大导演 他当然我爸爸以前他也没有觉得这不好 可是他就知道说 好像我有那个想要往表演路线走的那一个所谓的基因 他就很担心认为因为这个环境会很复杂 而且他也不觉得表演的 尤其是比较传统思想的人 他认为表演不是什么正路啊 那就叫做不务正义 刘家昌先生是你妈妈的弟弟还是不是 弟弟 所以爸爸对这个七弟的 很好啊他们感情很好 可是因为我父亲就是他是属于会观察 他也理解 我爸爸非常非常聪明 所以他就很怕我会走偏掉了那个路 你刚刚讲的这个对孩子必须要有些限制 晚生三十年我意思说可能不在你的自己家庭 是 对孩子还要给他限制吗 我常常在想我爸爸其实也很妙 我记得那时候我快要毕业了 有一天我爸到我房间来他就说这个找工作啊规规矩矩的就好了 可是如果那个楼好看一点至少上班下班进出的时候体面就好 我在想说我爸爸对我是一点盼望都没有 那时候就有一些headhunters他们会来接洽 然后就觉得说我有一些什么外文能力啊 什么就是到五星级的旅馆做公关部门 我爸一听到公关整个快疯掉 你刚刚讲的这个对孩子必须要有些限制 晚生三十年我意思说可能不在你的自己家庭 是 对孩子还要给他限制吗 我要讲所谓的限制啊 就是我父亲有把那个要正轨的那个轨道 他设定的很明确 这就是所谓的使用说明 他很相信是人的生命应该怎么样 算是有他的规则或者寻到规矩 那个成语怎么讲了 寻规蹈矩 寻规蹈矩 他很认同这件事情 可是活到现在的我 我真的 其实我很早以前我当妈妈以后 我就完全彻底知道 这个概念是对的 就是任何一个想要达到你的所谓的 成功的目的好了 你只有走正途才能够真正得到那个扎实的 所谓的成果 所以爸爸应该很高兴 你后来成绩念得很好 还行 你看台大外文第一名的这个学府 但你后来还是进入到这个演艺行李 跟你的舅舅后来有没有关联 没有 完全没有 那舅舅有没有帮过你 所谓的帮我 因为后来我进演艺圈 好那我先讲这个故事就是 今天来到中视这边录影 我的第一次试镜 就是在刚刚化妆的地方 就是在一棚 所以刚刚来感觉上有一点点 就是那个回忆狼一样 然后就觉得很好玩 那那个是已经30年前的事情了 那个时候是中视新闻部要招考外景主持人 我那时候刚刚大学毕业 我从来没有想要走演艺圈 可是就正好看到那个他们在招考 我就报名履历表寄来 他们真的就过几天叫我来 过来没有想到那么多人当中 他们后来很快第二天把我又再叫回来 再叫回来的时候就说 OK那这个外景工作是你的 因为那是新闻部 所以当我回家禀报此事时 就是爸 其实没有了 是我妈先通过告诉我爸 但是新闻部是OK 因为新闻是正统的 新闻部OK 新闻部OK 但后来应该发现了 跟新闻部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当我走上主持的时候 我发现这才是我最爱做的事情 你看现在的演艺人员的选择非常多 你可以做主持人 可以做演员 可以做短剧 可以做谐心 可以做什么 如果现在把那张菜单再搬出来一次 你还是只选择主持人吗 如果我早知道主持人是这样的 我还是做主持人 可是那个时候不知道 可是我做外景主持人也是主持人 因为你知道在外闻系 我们有很多上台去做主持的机会 就是有戏表演 或者然后就站上去 然后我还有带团 我在救过团带了很多年的团 领队 领队在某种程度也是主持人 其实节目也是 它跟带队是一样的 所以你发现你在组织上面 你可以有一个优势跟风格找到 我啊 风格也是后来慢慢了 你说你外景主持人 后来开始陆续节目增加了 而且也非常叫做的节目 是非常非常叫做的节目 而且探讨了 现在男女的很多话题的节目 还有娱乐性的东西 父亲应该经常都有看吧 他都有看啊 那时候他怎么提醒你 怎么再继续在你身上发挥一点影响 有没有可能 我爸很好玩 他看他都不告诉我 都是我妈跟我讲 我父母 因为我爸爸就是 他怕你太膨胀了 对 他怕我膨胀 他不会讲 但是我爸有的时候 他觉得很开心他不会说 但是他担心的时候 他就会用很简单的字眼 比方说演艺圈难免竞争 然后有一段时间 其实当你是真的所谓的 当时所谓的一线主持人 所有的人的目光 或者是攻击 好跟不好都在你艺人身上 就是越多的祝福 就越多的承担 我爸爸就开始担心 他因为就看到到时候 好像我一年365天 好像除了农历年以外 其他的时间都在录影 我从来不会在家里出现了 然后他都知道我在哪里 当然后后来有手机 我妈妈就天天都在 你吃了没 可是我就会变得脾气很大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你工作压力大到 没有时间去思考说 我到底吃不吃三餐 更何况那是要 不断减肥的年代 所以我爸爸就会出现一些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样就很好了 就对他来讲 他会跟我讲一句 这样就很好了 没头没尾 然后你就说 然后就开始思考 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可是因为他习自如今 所以他对我讲过的每一句话 你现在知道那句话什么意思了吗 我知道啊 我当然知道啊 对啊 我爸爸非常担心我 对啊 他是 他是只能用这个方式来提醒你 他是觉得很好了已经 已经很好了 他怕我受伤了 对 其实很好玩 就是因为我父亲过去走力 你们节目也是要叫人家哭吗 不是不是不是 还跟我过了一样 他过了还没吃 其实我跟你讲 我父亲过 就是他离开了以后 其实到今天还不到两个月 可是就是我父亲离开以后 我觉得那种不适应 或者是真正的亲人的离开 因为在我的 在我的从小的成长 其实这个算是我真正的第一次 让我就想说哇 可是我周边有很多的朋友 或者做节目 我想说我原来是这个感觉 可是我那天看到了一句话 我觉得我受到很大的安慰 因为你知道当 当我父亲离开 我就是无时不刻地在想到他 后来那句话的讲法就是说 死亡不代表失去生命 他只是走出了时间 所以他现在开始他是timeless 他们不再受到时间的限制 或许那个始终就停留在 他离开的那一刻 可是就是有很多 更多他以前的 就是家里面那种严格的教导 或者是那个巡规蹈矩 我才发现他的那个意义 然后加上我父亲离开的时候 我们真的心里很确定知道 他是安心的 因为我们全部都在身边 我们从国外废话 然后我们是那么的爱他 所以我也跟很多人讲 我说我现在真于 终于又懂了一样 就是说世界上 你什么真的都带不走 可是唯有一样你带得走 那就是那个爱 就是你家人给你的爱 那是装不出来的 我爸爸把我们三个人 他是用他自己的方法 把我们三个人都教育出 讲实在的 其实我们三个真的都很不错 然后我爸爸一直就一个概念 就是家是全部 什么都可以变 家人永远不会变 所以在他最后的那一刻的时候 我们全部 我们不舍得他 但是我们也知道 算是非常高手了 我们算是很幸福了 甚至也有朋友讲说 对啊 你们真的 你们可以有爸爸90多年的时间 一起陪伴 所以我就很认同就是 他不是一个生命的结束 我看到的是就是 他就是一个希望自己女儿 永远高兴的一个爸爸 他是心疼我了 对 他知道当你高兴的这件事情 对你是多重要的 当然 父亲应该是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动力跟 我很怕他 你知道他的很多的规矩 有的时候在小的时候 有点叛逆 会觉得说很不讲理 大家朋友都去参加party 对不对 15岁 对不对 这种我们都是大人啦 我们不是小孩啦 为什么人家都可以 为什么我就不行 永远人家来邀请 然后我都说好 然后回去讲了以后 爸说no 他也不解释 可是后来我也懂 他是在担心 他就觉得说 其实我蛮多人追的 这样讲吗 好 OK好 意思就是说 对啦 有很多男生会对我示好 那我爸爸就觉得没必要 他的想法 现在我做妈妈 我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我有没有觉得 因为我十几岁 没有去参加那些party 我觉得好遗憾 也没有啊 人生其实精彩 后面多的咧 父亲有没有期待你那时候 从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时候 应该去做什么样的工作 你知道 我常常在想 我爸爸其实也很妙 他很少 就是他很少跟我什么 促膝常谈 都没有 没有 没这回事 然后呢 我记得那时候 我快要病了 有一天我爸 到我房间来 我爸爸也不进我们房间 我爸爸觉得 女儿要有自己的空间 那我爸爸到我房间来 他就跟我讲 他就说 因为已经开始有一些 那个时候就有一些headhunters 他们会来接洽 然后就觉得说 我有一些什么 外文能力啊 就是到比方说五星级的旅馆 做公关部门 我爸一听到公关 他说公关 因为以前的公关代表另外很多 你懂吗 点点点很多不同的行业 我爸就整个快疯掉 但他没有来跟我讲 他叫我妈跟我讲 那个时代的四点都不太一样 然后最好玩的第二天是 我爸就来 他就觉得说 完了 这个女儿 是不是没前途 因为他担心嘛 他就到我房间来 然后就坐在我床头 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想说 爸怎么来我房间 他就说 这个找工作 规规矩矩的就好了 然后我就 然后就站起来要走 他就家里去 他说 可是如果那个楼好 好看一点 他意思就是在一个 比较好看的建筑里面 楼好看一点 也不错 我就想这句话什么意思 我就说 我说为什么 他说 至少上班下班 因为人家不知道你在哪个楼 然后做什么事 对不对 最小的职位都可以 进出的时候 体面就好 我就想说 我爸对我是 一点盼望都没有 我永生难忘 就那一次所谓的 猝息长谈 三十秒 我就觉得哇 可是你知道 他是心疼我 心疼就是心疼 就是心疼 对啊 对啊 所以后来 国外那段生活 究竟没有让你 对外界的这个 欲望需求 或者是追求 有放开的机会吗 至少不是在台湾的 文化环境之下 我喜欢台湾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也是从小教育吧 根深蒂固啊 我们去了国外以后啊 在家里一定要讲中文 然后要抄圣经 这样的中文就不会忘记啊 那当然我已经有五年级的底子 还行啦 那注音符号还不错 然后我们讲话的话 中文是中文 英文是英文 绝对不可以穿插 就所以我们不可以讲说 You know 对对对 好漂亮的Sky 对啊 我今天看起来beautiful 就不可以哦 我们家里讲这种话 你就完蛋了 就是爸爸会教训我们 他不会打我们 就是他的那个威严啊 我跟你讲 一言九鼎 他不止九鼎 好几千鼎 所以我们就会从小 就不可以 所以我们的中文 都维持得非常好 我觉得高老先生 培养出一位非常棒的女儿 有吗 有吗 至少我觉得 他成功了 他成功了 让这位女儿活得很正向 也很高兴 有了 他也有 我有高兴 因为我 他没有限制我 对 某方面他还促成你了 对 他有促成 这样讲好了 如果他不管我 或者说 就是他没有这么的 严格的 把我放在这个正轨上面 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方式 去发挥的话 我老早以前 摩特尔经纪公司 有来找过我 但是因为他有给我 这些约束 然后再加上 先天后天很多 我觉得现在的状态 应该就是 如果以我个人来讲 应该就是所谓的 最好的状态 然后在每一环节中 可是我有一个疑问 是 你后来在这个工作的过程 到达你一个事业 相当的高峰的时候 却你毅然离开了 如果这个事业 还是继续延续下来的话 你还是会今天的高一平吗 或者你有更大的一块发展 会有更多的情况 或者走向了一个 更多元角色的发展 也许真的 真的走上一个演艺舞台去了 都有可能 马上回来 我们从小到大 我不知道粽子原来有咸的 我都一直以为只有甜的 因为爸爸只吃甜粽子 我爸爸他们就有事情 正好要去上海 我先生就说 他一个人带我爸妈 去吃晚饭看夜景 听说那天晚上聊得太开心了 因为我爸爸在上海长大的 我爸爸从来没有见到 一个如此的知己 听说两个人才真的叫做 聊到不知道现在精细是何系 然后他吃完饭 还带我父母到楼上去看夜景 他还没带我看过夜景 他带他们去看夜景 完全融入那个话题的时候 我爸就觉得 哭了 我告诉你 我在想 如果我不嫁给他 那我爸就嫁给他吧 食堂今天非常欢迎 高一平小姐来到这边 还带来这些美味 包括刚我们看到的泡菜豆腐锅 现在又多了一道 客家小炒 客家小炒对你 也是有意义的一道菜吗 我觉得就是好好吃 对啊 你看又有豆干 然后有鱿鱼 然后里面还会有芹菜 然后就觉得 这道菜给你的情感是什么 就是因为 因为我从小在家里 没看过这道菜 我第一次吃 还有像三杯鸡 还好没跟我们讲一下 叫鲍鱼来 没有 其实鲍鱼看过 鲍鱼 以前在国外国宴的时候 不知道有这道菜吗 小的时候 因为我爸爸很爱吃甜的 你知道吗 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妻子 非常棒 一日三餐 完全按照我父亲的口味 我们从小到大 我不知道粽子原来有咸的 我都一直以为只有甜的 因为爸爸只吃甜粽子 汤圆我更不知道有咸的 还有肉的汤圆 那都是我在念台大的时候 才发现说 原来世界美味如此之多 不光只仅于在我们家的餐桌 对 怡鸣现在在 好消息电视台 转转发现爱 转转发现爱 我就 我就 你就带了个地球来 我就要请教了 转转 或转转 似乎 它意味着 要经过一些波折 要经过一些过程 当然 这个节目的取名 就是为了这个吗 一定要经过一些磨难吗 它的含义很多 包含刚刚端哥您讲的这一种 有一样东西在世界上 你是看不到摸不到 但是人都很需要 那个东西就叫做爱 我觉得不可否认 怎么找到 有的人觉得 这个就是爱 有多少情歌告诉我们 说这就是爱 好像往往你听情歌来讲好了 若不是你现在正在受到一些 所谓的心灵上的创伤 因为失恋 或者是一些亲人的失去 很多这种歌 对你一点感受都没有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说 透过挫折创伤 才找得到这个爱 它不见得完全成立 但是好像也说得过去 转转发现爱 最主要的目的是 要告诉大家 我们经常会认为说 我们要去转变 改变别人 你怎么这么难相处 都是因为你都不听我的 但是真正转的是 自己的脑袋 转一个角度来看 立场的时候 你 一定可以发现 就是说原来这件事情 不是你所想象 所以你指的这个转念吧 我们要经过一个转念 好 这个转念或许也是正确吧 时间因素 你主持多久了 五年整 当初 当初为什么会接受这个节目 timing timing 我离开 我离开工作 应该是说我结婚 结婚以后正好碰到SARS 也因为 你的结婚算不算很冲凑 200 世界上最对的选择 就时间来讲 我们是闪婚 但是那时候我也36岁了 爸爸有表达他的 我结婚吗 对 我爸爸有专门去看过我先生 所谓的看就是说 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上帝的安排 我认识我先生一次因为我舅舅 那是因为瓜哥在上海要发片 然后我就跟着扣桑 我们就去了上海 那是我舅舅正好在 然后那就跟我舅舅 大家吃了个饭 然后我先生在现场 然后接下来 刘家昌导演还是扮演了一些角色 但是我觉得是无心插流 后来认识了以后 我又有事情又去了上海 这个时候我先生就开始说 我带你出去玩吧 我本来以为他大我很多 因为他是我舅舅的朋友 后来才是 哦没有他才大我一岁 就聊聊天 然后那一天在我 第二次去上海的时候 然后又遇到 然后他带我出去玩 就遇到我弟弟 弟弟是我爸爸的翻版 就是我们家的另外一个 总司令一班 然后当然消息很快就传开 那我舅舅也知道 我舅妈也知道 那我妈妈也知道 就像我讲的 我是失婚年龄了 我爸爸他们就有事情 正好要去上海 他就跟我妈妈就去了 我先生那时候当然就是朋友 他一听说我父母要去 他说我去接机 我都吓一跳 问你要接我爸妈 可是我在想说好吧随便 因为没有什么想法 他真的就去机场接了我父母 然后还帮我父母 他虽然是有司机的人 他帮我父母拉行李 然后送他们回家 然后还帮着打扫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先生 可能最打动我妈妈的地方 就是怎么会有人卷起衣袖 打扫完家里了以后 我先生就说他一个人带我爸妈去 去那个陆家嘴的经贸 他带我爸妈去那里吃晚饭看夜景 听说那天晚上聊得太开心了 因为我爸爸在上海长大的 我爸爸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如此的知己 听说两个人才真的叫做聊到 不知道现在精细是何系 然后他吃完饭还带我父母到楼上去看夜景 他还没带我看过夜景 他带他们去看夜景 所以他就是请贼 请到了先请谁 他知道何时该用在重点 可是没有想到我先生可以跟我爸爸有一些 他连一些巷弄 一些小街小店 吃那个什么生煎包 这些东西都可以 就是你知道吗 完全融入那个话题的时候 我爸就觉得 哭了 我告诉你 我在想如果我不嫁给他 那我爸就嫁给他吧 没有类似这种 因为那一天我听完 因为我妈妈后来晚上就跟我说 他太可爱了 我从来没有听到妈妈 这样子形容一个男孩 我爸爸也没有 我爸爸就很开心 好 那那个时候其实我跟我先生 他还没认识几个礼拜 到最后要主宗 要发动闪婚这件事 是你还是你父母 没有没有 是我先生 他是够有眼光 他也算很勇敢 所以你这样子一走 我看知道18年 有这么久吗 我们结婚啊 上个礼拜19年了 整19了 对 但那时候 如果从你节目的前半段 所叙述 父亲对你在演艺事业的 很多的担心跟保护 他提到你愿意放下一切 要去结婚这件事情 他应该是赞成的吧 我要结婚跟节目那时候 没有论为一谈 因为我还是做我的节目 然后我先生还是 就是他忙他的事 那后来这个决定是你自己下的 这个决定当然是自己下的 也正好碰到SARS 因为SARS那个时候 大家如果还记得 就很像最近这一段的时间 有所谓的要居家隔离 我就等于是说 我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直航 那是我一个礼拜录 一到两次营 所以我回来录 录完了我就会上海 其实我一进入婚姻的时候 我也非常认同一件事情 就是以家为重 我爸爸以前也常常会 耳提面命 然后三不五十就讲说 将来就是你要做选择的时候 你要记得就是家好 就所谓的不是家和万事兴 是家要好 就是你的基础要好 面对外面的时候 这个顺序是对 但是如果你先把外面弄好 然后你把你家弄个乱七八糟 就是一塌糊涂的时候 其实那个对人生跟生命来讲 那个是乱的 所以结婚了以后 然后后来又碰到SARS 那自然而就不能回来 你们在做转转发现爱的时候 这个节目 我不知道有没有结婚的艺人 到过你的节目 谈论到这个家庭与事业的选择 常常有啊 你会给他们有同样 你的生命的建议吗 我爸爸常常讲 做什么要像什么 OK 你今天做家庭主妇 要有家庭主妇的样子 你做节目 你就要有节目的样子 所以为什么我父亲的 这个追思礼拜一结束 第二天金融奖满奖年礼 我还是选择要去 因为他会认同这件事情 我坐在那里 是一种尊重 我爸爸很重视尊重这两个字 我在做转转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做 我觉得他的那个比重 不会说 因为我现在是个妈妈 所以呢 我就把30%拿出来做节目 不可能 在那个当下 就是100% 可是当我回家的时候 我一定是个100%的妈妈 你们在做 转转发现爱的时候 这个节目 我不知道有没有 结婚的艺人 到过你的节目 谈论到这个 家庭与事业的选择 常常有啊 你会给他们有 同样你的生命的建议吗 我们的节目绝对是以家庭为重 但是我们也理解 有很多人不见得 有同样的条件 可以去做 所谓的家庭为重的选择 如果再碰到 当时的情况的话 你可不可能 两者兼具地走下去 如果我 如果我先生那时候 在台湾工作 有可能对不对 他也可以 可是 就是SARS 然后我也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要生小孩 我想要有家庭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演艺圈 其实你怀孕啊 大的肚子啊 孩子可以上通告啊 节目早待班啊 等到你生完了 月子做完了 你回来继续兼顾 所以我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OK 如果真的要放掉工作 那就放掉 我没有不珍惜 我原来的工作 谢谢你刚刚的赞美 觉得我的节目做得不错 因为我是有很用心的去做 我没有理所当然 然后就坐在那边 觉得你看 就是好像坐享气盛 按照你刚刚的逻辑的话 你现在并不认为自己回到演艺圈吗 我回到了媒体 媒体 它没有百分百的演艺圈 因为我现在遇到的人就更多元 我现在的心情跟以前 2002年结婚前 我喜欢现在的我 因为我很想要有自己的家 不管是父亲的教导也好 或者是根深蒂固原来的我的本性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拥有很多 我本来担心会没有的 比方说我有 我有个可爱的小孩 然后我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天地 我可以去扮演我 觉得不管做得好不好的角色 我是太太妈妈 我是媳妇 对不对 我也是那个女儿 然后我有的时候可以赖皮撒野 或者有的时候我可以很成熟 我曾经有担心过 我演艺圈继续混下去 继续混下去 我很怕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 那现在你拥有了 很开心啊 可是同样的问题又要开始重复出现了 你现在又能够完美的兼顾家庭跟你现在工作吗 不可能是完美啊 所以你选择的重心在哪里现在 我的重心还是我的家 所以你现在刚刚讲说你的主持 你目前只是配角吗 我是很 OK 又要回到我爸爸 我爸爸常常讲一句话 爸爸对你影响多大 我绝对是 我绝对是家教 胜过于任何其他 当然社会大学也教了我不少 这个就是 那是很多的跌跌撞撞 所以我常常讲 你越担心你的孩子 你越要教他 可是有一些沉香烂调可以不要说 我爸爸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说我是为你好 他从来没有讲过 但是我知道他每一句都是 是为我好 可是有时候很 就是他希望把你纠正过来的 会有那个小摩擦 可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在于说 我已经忘了我刚刚要讲什么了 我问了就是说 你现在的还能不能坚固这件事情 对对对 好谢谢 我跟你讲 他没有拿金钟奖为了这个节目 我跟你讲真的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OK好 好 能吗 我爸爸常常讲 做什么要像什么 OK 你今天做家庭主妇要有家庭主妇的样子 你做节目你就要有节目的样子 所以为什么我父亲的这个追思礼拜一结束 第二天金钟奖颁奖年里 我还是选择要去 因为他会认同这件事情 当然我不是说什么去啊 然后灯红酒绿的 然后好像花质招展 但是这是我的责任 我坐在那里 是一种尊重 我爸爸很重视尊重这两个字 我能不能够兼具 人生就是很多的不完美 希望拼凑出那个完美的结果来 所以我现在我先生在美国陪我儿子 我是很感谢他 当然之前我也讲大多数时间都是我陪 有没有谁会觉得委屈 我觉得就是心里面很感谢 当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很 很尊重这个人感谢他的时候 我觉得他会知道 我在做转转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做 我觉得他的那个比重不会说 因为我现在是个妈妈 所以我就把30%拿出来做节目 不可能 在那个当下就是100% 可是当我回家的时候 我一定是个100%的妈妈 你现在主持的这个已经非常好了 然后也得到了奖 也可以继续的更加迈进 我请问问你 你自己已经再回到这个圈子 无论你怎么看它已经变化的更多元了 你自己会做更多的多元的尝试吗 在未来 我觉得我会 人做事情有两种 一个是利己 一个是利他 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 我们懵懵懂懂我们摸索 大多数是利己 我们想要奠定自己的一个地位 某些就是每个人他的追求不同 我现在的 我觉得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不管是我的资历 或者是我的角色 或者是年龄 我觉得我现在开始可以慢慢去做一个 我很理想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我希望现在开始可以利他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如何去从利他的过程中 寻找到所谓的 让我自己也觉得我在做对的事情 就好像去年拿到金钟奖 然后今年可以再入围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在于 就是这件事情是正确的 我站稳了 我知道转转发现爱这件事情是对的 是正确的 可是在过程当中 我真的也看到了很多社会不同的层面 很多是在内心里的 我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什么 就有的时候我去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或者是说听别人的故事 我觉得他最棒的地方是会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你会不会投入更多的表演机会 有想过说可以舞台剧什么 OK 应该是讲天时地利人和的状态之下 我不会去放掉可能的机会 因为人类时候的一些梦 这句话也有点 现在想让他去圆一下 我正在圆梦 我现在正在 我连你的节目都上了 这不是梦是什么 哎呦我真的是 有没有嘴巴甜 哎呦甜的要命 喝口水 我都不知道怎么接 我也喝一口 我也喝一口 嗯 对啊 你有梦想源吗 有啊 请到你这个来宾 那来了 那好那今天 那接下来人生就这样了 我们俩 我们俩结束了 来来来来 真的吗 就这样吗 告终了 哦时间到了 没有没有 哦还没有 所以 我觉得转转发现在 请你当主持人 有一个最棒最棒的 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爱的故事的产物 哦还可以啊 每个人都有了 每个人都是爱的产物 你的故事很精彩 有吗 我想问了三个问题 在你的节目当中 主持到现在五年 对 你觉得最难处理的 哪一个问题 碰到你们议题里面 哪一个是 我觉得吗 最难的 正确的路 看起来都比较暗淡 都不是那么的 五花十四 那个对 对 可是 有的时候淡淡的 不代表不精彩 就像那一天 有个女孩子问我 她说 一篇姐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她说我跟你讲 我的人生超级不精彩 然后我就笑 我说 你现在都不精彩啊 她说对 我说那你找到 另外一半也不会精彩啊 她说为什么 我说你自己都不精彩了 你为什么要期待 有人出现 让你变得精彩 在你的节目当中 主持到现在五年 对 你觉得最难处理的 哪一个问题 碰到你们议题里面 哪一个是 我觉得吗 最难的 就是告别 说再见 我们做过两次 第一次做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 天哪 我说你叫我做 任何快乐话题都可以 什么 没有办法找到男朋友啦 嫁不出去啦 什么我老公不要我啦 我说这些我都很会做 你们什么孩子怎么教啊 我说我都会 可是你要叫我做告别 就像我讲的 我真的没有真正 碰触到过那一块 我很想安慰他们 可是我就在想说 他们需要被安慰吗 我很想讲 该讲的话 但是在那种状态之下 会不会无声胜有声 但是我又在做节目 我不能不讲话啊 就是有很多的那种 错综复杂 可是后来等到节目播出了以后 我也感谢 当然简介的也很好 然后就是他们的故事 是有触动很多人的心 我们的点播率也很高 可是如果现在要叫我 再做一次 类似的话题的时候 我觉得我比较懂得 怎么去面对 因为它是一个 你没有办法再改变的事实 然后可是那是终究会发生的 你们应该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好 我觉得可能会了 我们其实节目有很多的主题 其实你要说如果我真的看 当然他们播出 不见得是那个顺序 都是我的生命故事 还一个比较 不是那么伤感的问题 是五年来对你最大的帮助 这个节目 他有教我怎么变成 一个更好的人 真的有 那我觉得怎么做一个更好的人 就是后来听别人跟专家 我们永远都会有专家 他就好像是一个生命手册一样 每一件事情都有原因 跟有结果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所以就是 希望就是能够走在 那个最正确的路 而且有的时候你知道吗 正确的路看起来都比较暗淡 都不是那么的五花十四 那个对不对 可是 有的时候淡淡的 不代表不精彩 就像那一天 有个女孩子问我 她说 一篇姐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说什么问题 她说我跟你讲 我的人生超级不精彩 那上帝不是都说 帮我们预备好了 另外那一半吗 她在哪里 然后我就笑 我说 你现在都不精彩 她说对 我说那你找到另外一半 也不会精彩 她说为什么 我说你自己都不精彩了 你为什么要期待有人出现 让你变得精彩 如果每个人都要找一个人 让他精彩 我说那就算了 一个人都这么的 对不对 活着这么的无聊 她就 真的 我说真的 她说那你单身的时候 我说我单身的时候也很精彩 我说我不是因为有了我先生变精彩 她就 好 我懂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你平常最常做什么现在 我 我很喜欢看很多写的文章 或者我很喜欢追剧 我其实追剧不是追偶像 你会写文章吗自己 会偶尔写一些 其实我已经写了好几本书 只是都没有发表 因为都写到后来不知道写什么就算了 你问我经纪人 他超痛苦的 他还有跟出版商聊过 你把这本书都几个一起来 出名就叫做我不知道我写什么 保证大卖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发现我的生命还是在转变 就像我第一次做所谓的离别的话题 我做不了 就是告别 就是OK 不是分手 是告别的 然后第二次做还是觉得有点卡卡 那现在我自己生命中 我真的经历到了 所以其实就像 就像任何一棵树好了 你说你把它种好 它会慢慢长大 可是它长到一个境界 你已经看不到它到底有多高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在变 所以其实人世间当中 像我真的觉得我也还是在转变 我有很多的观念看法 然后像以前我对一件事情我不开心 我就一定要说出来 到后来我就发现说 嗯 我可以不用说了 也没有觉得憋得那么难受 因为我懂了 可是我还有 还有好多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一定会随着慢慢慢慢的生活 因为你的生命还在精彩当中 Yes 对不对 你说对了 大家期待 大云食堂 赶快赶快赶快让我们看你怎么喝汤 到发现到现在一点汤都没喝 太赶快没有 请你赶快赶快生活 你吗 逢 是 super 我 是 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